好 简单来看一下这个netson open api 它其实功能很简单就是用来查询的 12月14号是在netson的youtube上面 他们推出了这东西当时很多只有一个魔方 22号之后他又出了很多的接口 那简单来看一下就是你第一步需要去登记你的应用 填写一下你的信息就可以 然后你会拿到你自己的api 然后接下来你需要做的就是去阅读它的文档 它这有java的接口有java script接口 还有python的接口 那你也可以考虑不用不需要用程序的办法 就是你第一步需要从这个id当中拿到它的识别码 就尝试一下 比如我去输入一个名字 我随便输入一个名字的后 你是可以拿到一个ocid 这个ocid 它如果是jason的形式它是一个字典 你拿着这个ocid可以去查别的信息 比如说你去查它的属性 它就要求你去填这个角色的ocid 这个时间填了 你可以去查到它的信息 你正可以拿到它信息在这 只要它响应是200的情况下 就拿到这个数据 然后它的它这个格式 有日期 有日期 然后final step 有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有一个字典 有这样的一个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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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可以去查它的 有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可以查角色名世界 有些性别职业 还有转值的转值的次数 等级经验经验值 工会名 角色图像 这些可以调用基础信息 好 这个人气度 这个超级属性 人气 能力 内在能力 道具装备 现金道具 推章 套装效果 美容的道具 智能机器人 宠物 技能的情况 链接技能 微矩阵 还有六角矩阵 绿角矩阵的属性 还有道场 是一下道场 可以查 道场里面 它有一个日期 角色 一个职业名 世界 它的历史最高的层数 还有记录 还有时间 它通关的那个时间 那就还可以去查 查它联盟 查这个联盟 联盟里面 有日期 有等 有联盟的总等级 还有联盟的 一段的等级 还有工会的信息 工会的信息 但是工会的信息 要注意它这个识别 蛮的不同的 工会 它是要输入一个工会的名字 而且它只支持 什么 然后 可以 抓到 它可以查出来 这个 你得na 像 你可以填一下一些信息 整理信息就是整个是这一些查的那种 这就是在你不需要用到程序的情况下可以去查的 你也可以试着去用它的这个方法去做一下自己的程序 像我这边应该有了 我给它做了几条主线 它其实主线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就有一大堆的数据 你去摘集中最重要的我就拿了最小属性攻击力 还有最大属性攻击力力量 敏捷智力运气战斗力这些部分 到场数据联盟的数据 这东西做起来其实不难啊 好就这么吧